最近举办的城市游牧影展收录很多精彩纪录片 像是美国纪录片《燃烧吧!火人》 它拍摄内华达州每年举办的火人节 这个有28年历史的火人节 会在沙漠中打造临时城市 每年有超过5万人参加 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会在围棋一星期的火人节当中 共同创作各种大型雕像 活动结束之后就把作品烧掉 象征活动圆满结束 一件东西都不留下 沙漠又会恢复原貌 喷火龙 木马屠城中的木马 民众去装衣服 有些是艺术家 有些只是民众 他们群聚在沙漠地区 为的就是这个 有28年历史的火人节 《燃烧的男人》是全是 为什么不批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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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美国纪录片《燃烧吧火人》 开设当地内华达州每年举办的火人节 来自世界各地超过5万人 将荒芜的沙漠打造成零食城市 在这里纸钞派不上用场 参与的民众互相分享食物 水 艺术创作 形成有趣的共同社会 为期一周的火人节 民众会举办大型的艺术展和派对 活动最后一天 大家会烧掉所有的艺术品 象征活动圆满结束 为什么你每年都做《燃烧吧火人节》 为什么你每年都做《燃烧吧火人节》 这些是神奇的 因为我感觉我做了5或7人的职务 火人节为在加州旧金山的办公室 共有50位全职员工 每届要动员超过4000名职工 活动讲究自我表现 互相信任 以及忠于艺术创作 在这个特殊的活动中 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《燃烧吧》 《燃烧吧》 它 means everyone is invited to come and play and build and do helping each other find that little spark of creativity